- 带号杂谈 哈喽大家好我是Linda 欢迎来到本次资讯已经有点凑声的代号杂谈系列 本来想说的事情都已经有点过期了 那看过就当复习没看过就当趣事吧 首先先回复一下上一集最多人问的 水圣事件的典故 其实他是一名中国B站的UP组 全名叫做爱听杰伦的春水 早期刚好在关注幻塔的时候就有注意到他 所以也碰巧不跟上那一波节奏事件 他本身就是除了做一些正常攻略以外 会时不时对一些他不玩的热门游戏恶意吐槽 并且有时候会偏离客观事实 纯靠情绪输出来带动观众 非常有效的吸引喜欢这种内容 以及刚好不喜欢他所提及的游戏群体 毕竟在热门游戏上搞争议赚流量的方式 确实也非常有效 像我之前提到过的雷鱼也是 而在YT上其实也蛮多的 但夜路走多了总有撞鬼的时候 比如像最近的塞阿嘎 就是太过于用主观评价来赚流量 反倒逆风火烧的争议了 不过则是并不在本次的讨论范围 就让我略过他吧 那我快速总结一下当时的事件 原影片已经下架 标题为崩坏新穷铁道 求求你降低一点抽卡价格 B站上还有其他人的备份 如果想看原生大碟的话 可以在这群里找找 那当时他主要还是在做换塔的内容 但这款游戏的热度 如果还有再玩的话应该都知道 目前普遍不高已经是个客观事实 所以他又故技从事了 想在崩铁上找事 时间点是在2月10号的10点 风且刚开三册 当然他实际的开服时间是在早一点 而他在不到4小时后 就发布对于游戏课金系统的吐槽 如果平时有在做影片剪期的就知道 显文案家字幕以及后期制作 都是需要不短的时间 外加B站上传影片是需要审查的 所以显然这是早已预模已久 有备而来 就是等着游戏开服后贴素材 而相关证据 居然还是出自自己的小群了 而且他在去年自己发的另外一部影片中 还特别提到自己不喜欢那种 跟风黑评测的方式 他玩那款马纳西斯的回响 整整玩了30个小时才敢评测 真的是被过去的回旋标打脸自己 那继续回到当时的影片重点 他简短的代表说游戏内容不错 但认为课金太贵 而且商城没有那些常见的手厨 或者便宜礼包可以让韭菜买 所以自己想课金又花不下去 然后他特别提到其他款游戏来对比 像是王者荣耀 三国沙 幻塔 算双等 而且他是用崩铁一个角色的顶配价格来对比 就是满命满金 首先这名就是个谬论了 先不提为什么二次元游戏不跟二次元游戏比 里面大概除了王者以外 三国沙跟幻塔 都是很明显偏向卖素质导向的课金游戏 只要你不长期花钱投入 就是准备掉队 而且那些看似便宜的礼包 也都是因为他可以有效地引导消费 所以变成各家厂商都很爱用的方式 甚至还玩出各种花式变化 但实际上这也并不是真的要利好消费者 单纯就是个促销手段罢了 而且在一个纯PVE没有PVP的游戏 一般玩家谁没事会去抽到顶配 这个游戏但凡你玩过一段时间都知道 没有任何强抽卡的必要 而且也没有靠索战力或者配对 阻止你的通关主线 就像你买车 标配就是完全体 顶配就是给有余力 并且追求更好更舒适的用户 都是为服务不同需求 如果不想花时间不想花钱 又想当欧洲人全图件 什么体验都想要的话 建议要码换游戏 要码叙碎 木铃什么都有 再来还有提到了 有骨气的厂商能让无客体验全部内容 老实说很多的手游无客都能玩 但如果要在短时间内体验全部内容 大多是非常困难的 尤其像是什么限定资源 时装仓库 全角色装备等 很多也都知道花钱购买 而且如果做到完全无客体验 那这些厂商 大概是什么慈善家吧 然后后面又讲了那个游船经典的言论 风铁投入的成本 不高于其他开放的游戏 所以他的抽卡价格也不该过高 这边他没指明那些开放游戏是谁 而且过去他又说自己不是开放世界游戏的受众 但本身又是个幻塔主播 我真的也是搞得很乱啊 不过如果单从幻塔营收来看的话 他实际的投入成本也一直在锐减 怎么也不见他降价呢 当然这个言论后来也被各路玩家无限放大 变成一个AOE地图大炮 形成一种舆论氛围 只要未来中国出产的二次人游戏品质不如崩铁 那抽卡定价也不能高于他 于是后来另一款重返未来1999开启三册 就因为定价跟养存问题被玩家群起攻击 上道件说会调整下降 然后这时候这个稿市仔又跳出来了 简短翻译就是 我已经唯客花了1万元人民币 这个游戏品质很好 你们这些玩家不该拿别的游戏来彩一捧一 而且后续明显为了赚这游戏的流量 所以这是他对游戏中的课金系统 轻描淡写的带过 简单来说就是自说自花的双标模式 但用10抠否认自己没有错 错的都是你们那些支持某家游戏的玩家 而这件事也后来造就了另一个经典 春水不等式 648大于1万元 开始发酵正式迎来了二次元圈的后春水时代 他因此也被冠名所谓的水胜 希望他把各种价格打下来 什么房价啊车价啊 而在这时候 只要二次元游戏的品质内容不达标 定价如果过高就有准备被喷 但大厂在工业化下本来就有竞争优势 有些认真做游戏的小厂商 开发成本也不可能压下来 就希望在唯一一款游戏上赚回本 我之前也提过了 福利价格那些都要结合游戏内的实际内容而定 结果被这样一搞 很多厂商应该是恨死他了 毕竟定价一直以来都是你情我愿 用户决定了市场走向 而且真要比的话 不少日韩游其实也挺坑的 有一些还没有所谓的保底 不过这其实也是反映了很多厂商 他们用廉价的内容 却标上最高档的价格来嘎韭菜 或者当别人都在进步的时候 自己这几年却完全没有涨进 像最近单机 都还有出现那款奇葩到不行的魔界咕噜 或者像台湾每个月好几款的放置 M&O 都是这类型 赚了很多钱都是去买广告 而不是反哺来提升游戏品质 毕竟合法骗取暴力 又不怕被告 让那些厂商宁可抓印颇大的 也不想再慢慢赚小钱了 再来讲讲这几天很多人讨论的 几家游戏公司的2022年营收 那我这边方面各位好理解 关于人民币都直接换算成台币了 那其中最引人注目的 就是米哈尔的游戏营收高达1167亿 净利率689亿 另外由于他公司没有上市 所以比较难有精准的成长对比 除非像这次有新闻公布 或者他们自久出来讲 不然一般都只能用推敲的 另外一个可参考的数据就是 在2020年时 他们的收入是434亿 但其实我觉得下面那句比较可怕 2015年 他们的营收才落在7.49亿元 而且他也不像腾讯 可以凭借自身 用户群庞大的社交软体来推广 像王者荣耀和平精英这类 而且他光靠中国玩家 还有投资各种非游戏项目 就可以躺平了 米哈尔的营收 其实在海外有非常高的占比 所以也可能存在没有报上去的部分 这么快就要被篡位了 应该非常不甘心吧 他现在可能就只望那款 呼吸都要请的溺水和手油 能赚一笔 不过我实在是不怎么看好就是了 然后再来还有B站 就安息吧 真不愧是你二次元坟场 而且之前内侧端出来的千人之旅 跟思路德 凡响也一般 看上去也是个短命货 那这边顺便来讲讲 台湾几家游戏厂商 2022年的营收 数据看起来第一很正常 千万不要太认真 因为台湾人口少非常多 而且游戏产业在台湾 并非主要项目 会将那些制研产品 又朝朝一言难尽 那地位心象 不愧是台湾的博弈大亨 持续发力中 那这边补充一下 其实各国都有博弈产业 也不只是台湾人耗赌而已 而且可别忘了 全球营收排名前几名的 Coin Master 就是个博弈社交游戏 那只是台湾刚好在这方面 特别突出而已 至于什么社会性问题 也不干我的事 我又不是什么新婚台 然后再来大雨资讯的话 近期准备进军印度市场 有在当地成立的子公司 新典研发并发行 刺激游戏略读者6号 即将在7月10号上架 厂商主要是看好 中印冲突后 当地政府将中国游戏全部下架 成为一片看似不错的蓝海 不过虽然我不是当地人 但BPN应该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吧 而且我去查了一下 5月份当地营收最高的 依旧是Garena的Free Fire 另外Pubberg也有出印度版 不妨猜猜这些公司 有谁的投资 不过看了一下这个游戏画面 应该是不会来日韩跟其他厂商竞争啦 不然应该只会被打 外加竞技游戏 本身也需要撒钱巩固用户 不然Apex英雄M也不会填运了 不过这款后来转身成腾讯的另一款 高能英雄 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然后补充一下 最近大宇资讯旗下的星宇护宇 有一款轩缘舰M 梦回云山在预约中 而宣传图被质疑就是用另一款 2018年的轩缘舰 龙武云山的生成AI绘图 不过这就算了 真的画面也非常相似 所以这款游戏十之八九 应该就是个换皮版 当然最怕的状况是 连皮都不换 只是换名 看来当年的大宇已经不复存在了 也希望你能靠这个换皮赚钱 去开发点好游戏吧 其他橘子传奇都那样了 没什么好期待 令人最惊恐的是 日本那款PCMO 蔚蓝色法则 竟然要被红星辣椒代理 这间的好名声跟橘子 可是差不多响亮啊 如果今天一响玩的话 还是直奔日版 或者等未来的官方国际版吧 那再来讲讲日本 今年2月20号才上架的World to War 采用上下分割的游戏体验 确实还蛮有趣的 很有当时玩NDS的感觉 但想法再有趣于 市场却很现实啊 也将在7月31停运了 真的是快得出不及防啊 愿你一路走好 再来就是基于猎人IP改编的游戏 在营运十多年后也将官服了 满意外也是他居然撑那么久 回头看看台版那款正版授权 目前正在无限和服中 一个官服也只剩一步之遥啦 就看谁是最后的替死鬼 接着是之前在查制链机影片中提过的 同公司旗下的苍然事约 将在8月31号正式GG了 没想到撑不到下个周年啊 但至少是撑得比服小的日本久了 然后这个月服小台版也开了 但这游戏在入版的口碑也不怎么样 估计很快就会凉去吧 还有你服小公司是有什么大病啊 一堆活动都是香港限定 你怎么不干脆开一个独立的香港争取讨论 再来就是Nedmarble 2021年发行的IP改编作品 漫威未来革命 也将在近期停运了 这些厂商啊 每支停运工作都是什么冷痛艰难不舍的屁话 那怎么赚钱的时候没有考虑一下 玩家钱包是否也很艰难的 然后看到这个留言其实也是挺热的 游戏倒闭要求全能退款 想爽又不愿意钱白花 这真的是太有想法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Minder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比赛